耶稣说 被人吃掉而成为人的狮子是蒙福的 被狮子吃掉的人是受诅咒的 因为狮子还是会成为人 这句话在多玛福音中是耶稣的一句格言 用一种隐喻的方式传达一个深层的意义 具体来说 它可能指的是一个人经历内在的转变 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 被人吃掉的狮子象征着人类内在的野性或低层次的本性 而成为人则意味着这种野性或本性得到了超越和转化 另一方面 如果一个人被狮子吃掉 这可能暗示着他上未能超越自身的本性 并仍然被低层次的驱动所支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